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至少114人 这是2月1号政变以来 宁难人数最多的一天 那么政变至今有超过 400个人被射杀 当中包括了35名的儿童 与此同时 军方还闯入民宅 枪杀了一名6岁的女童 引爆了民怨 国际社会同身踏伐 有12个国家的国防部长 发表了联合声明 要求缅甸军方停止杀害平民 而缅甸最血腥的这一天 军方却照样庆祝军人节 军方的领袖明昂来 还穿着宴尾服宴请外宾 抗争民众痛批 这根本是军齿日 周六缅甸各地继续发起 反军方政变示威运动 军政府派出安全部队 直接瞄准平民开枪 射杀至少114人 这是自2月1日政变以来 罹难人数最多的一天 年轻的抗议民众以鞭炮 弓箭和汽油弹回击军方 然而以卵及时的下场 就是更多的死伤 周日缅甸各地都在为 罹难者举行葬礼 政变至今军方已经杀害超过400人 其中35名是孩童 上周年军方闯进民宅 要追捕示威者 结果竟开枪射杀一名六岁女童 世界引发民怨沸腾 也激化了周末的抗争 被害女童是穆斯林 死亡隔天就必须下葬 但家属却还得躲躲藏藏 找地方安葬 因为担心缅甸军会抢走遗体 掩免罪行之前就传出军方挖坟 劫走遗体的事件 年甸军方滥杀孩童事件 也引发国际社会踏法 美日南韩澳洲和欧洲 共12个国家的国防部长 发表联合声明 要求缅甸军方停止镇压平民 美国总统拜登也对事件表达了看法 在台湾的缅甸裔移民 周日也在中正纪念堂 发起声援运动 他们以行动剧的方式 控诉缅甸军方迫害平民 昨天我看到我们国家的事情 很多人都被吓 一百多人被吓 我感觉不好 大多数学 小孩子们 你看他们 他们哪里不好 他们都没有 没有知道 没有求求 没有求求 所以我感觉 很生气 生活很困难 很困难 很丑 他们才会去当阿兵的 现在他们杀其他人民 他们三下的那边 他们的亲戚 有另外一个阿兵 阿兵他们在杀的 他们这个搞不清楚 缅甸最血腥的这一天 军政府仍在首都奈比多 庆祝军人节 军政府领袖敏昂来 还进行阅兵 民众痛批 这根本是军齿日 另外反政府运动人士 在推特上公布 当天军方招待外宾的 晚宴照片 敏昂来打着领结 穿着宴尾服 满脸笑容的穿梭期间 而几条街之外 军人却正朝着老百姓开枪 缅甸的公民不服从运动 目前仍然持续 公务员和各行各业的员工 仍在罢工 部分地区的经济已经被瘫痪 除了镇压示威 缅甸军方在周六 同时对泰国和缅甸边界 少数民族 克伦族的武装组施 发动空袭 共造成两死两伤 克伦族的武装组施 不承认敏昂来政权 稍早还对缅甸军方 发动攻击 因此遭到空袭暴富 外界忧心 情势如果无法改善 缅甸很可能会爆发内战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而缅甸军政府的暴行 引发了国际强烈的谴责声浪 联合国秘书长古瑞斯特 出面呼吁 对于缅甸军政府 各国应该保持强硬的态度 古瑞斯特是透过记者 会以最强烈的言语 谴责缅甸的安全部队 表示军警武力镇压 导致大批的平民死亡 令人无法接受 呼吁国际社会 一定要坚定一致的做出反应 联合国在缅甸的办事处 周一降下了半期哀悼 那么周三 安理会也会召开紧急会议讨论 美国政府呼吁国际对缅甸 施压的立场 宣布停止2013年和缅甸 签署的贸易与投资框架协定 贸易代表办公室表示 即日起会暂停 美国和缅甸的所有贸易亡来 妈妈背着小孩提着大包小包 后面却跟着泰国军人 一群手无寸铁的老弱妇孺 被迫爬山涉水苦不堪言 缅甸军空袭泰国边境 少数民族克伦人村落 迫使3000村民连夜逃难 没想到他们好不容易来到泰国 却又被赶回缅甸 缅甸军方写清镇压一再升级 死伤人数持续攀升 路透社报导致政变以来 军方已杀害超过500人 军警习近海越来越嚣张 美国再出手制裁 台义美国贸易代表戴琪29号宣布 美国立即暂停和缅甸所有贸易往来 直到缅甸民选政府回归为止 周一缅甸各地持续有民众上街抗议 在图瓦愤怒的民众为牺牲者举行的商礼 也比出三指誓言将抗争到底 蒙玉瓦也烟雾弥漫 输卫者拿着自制弹弓 躲在他们逐起的沙包路障后面 逮到机会就起身反击 但下一秒 碰得一身沙包全被炸毁 大家吓得鸟受散 缅甸军竟然对抗议民众使用了火箭推进榴弹 是一种威力强大的迷你大炮 缅甸军手段越来越暴力 无辜的牺牲者恐怕永无止境 TV别的新闻 总和报道 人权棉花持续延烧 大陆央视到新疆的棉田采访 他们表示从播种开始就是机械化作业 也找了棉工献胜说法 说自己没有被强迫劳动 大陆官方宣传极力的在自侵 而也起底了瑞士的良好棉花发展协会BIC 虽然是分引力组织 但是它的幕后金主是美国国际开发署 另外近英国欧盟对大陆宣布 还有加拿大等三个人 一个实体进行制裁之后 联合国也表示要和大陆进行磋杀 希望可以允许联合国的人员 以不受限制的方式到新疆探访 了解当地维吾尔族人的情况 我没有手握方向盘也没有脚踩油门 他却在匀速的向前缓慢的行驶 央视记者坐上机械化播种机详尽介绍新疆棉花田生产过程 新疆人权争议持续发烧大陆官宣强力自清 那像这样机械化的播种也是为了秋天机械化的采收 奠定了非常坚实的基础 生怕观众看不懂 记者一段话中不断重复机械化作业 拍摄完农地接着就到工厂去 让新疆的棉工面对镜头 说自己有没有被强迫劳动 刚才美国通通通过那些 peg来到一带 证明情况 不断重复的 使用这些行为 在学室中我们的工作了 每天都在工作了 每天都要工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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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镜头下欧美指控的新疆人权迫害全销售逆击 新疆的棉花收购商更反控 自从去年8月瑞士非盈利组织良好棉花发展协会BCI 以新疆强迫劳动为由 禁字宣布对所有新疆棉企无限期取消担保认证后 让当地产业受挫才是打压新疆民族生存 很多就是终止了这个新疆方面的这个原料的供应 包括供应商的选择上就有的是放弃了新疆的 有的甚至放弃了中国的供应商 从H&M声明不用新疆棉最初BCI发布的抑制决定 大陆继续紧咬不放 央视者来BCI上海办事处代表接受专访 向总部提交了两份我们的调查报告 另外呢我们还汇总了由这个瑞士通标公司 等第三方的检测机构 历年以来的检测报告上交到总部 同时呢我们还跟这个国际的非政府组织 和其他相关另一方呢一再重申 在中国地区我们没有发现过任何一例 有关强迫劳动的案例 依照上海办事处的说法 提交给BCI总部的报告都被无视 央视更起底BCI受到西方媒体和人权组织施压 BCI虽是非盈利组织 但理事会背后最大赞助商是美国政府机构 在该组织的官网上 其资金伙伴中赫然出现了 美国国际开发署的名字 要知道美国国际开发署 可是美国实施对外民主渗透的重要机构之一 央视指美国国际开发署 在2016年提供给BCI共100万美元资金 报道质疑美国在川普政府时期 就曾以强迫劳动为由下棉花禁令 之所以挑棉花下手 是因为大陆已是全球第二大棉花生产国 新疆又是大陆棉花主产区 那么我们总部做出这样一个暂停认证的这样的一个决定 实际上呢会导致近50万吨的新疆棉花 无法进入国际免防止生产供应链 大陆认为美国打新疆牌 实则是经贸打压 自英国欧盟后 大陆外交部在出唇 会向美国和加拿大宣布制裁三人和一个实体 被制裁的包括 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主席曼欣 副主席白金斯 加拿大联邦众议员庄文浩 同众议员外委会国际人权小组委员会 加拿大总理杜鲁多批评中方制裁不可接受 标示会继续力挺盟友捍卫人权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谴责中方制裁毫无根据 而英国则就上周大陆制裁9人和4个实体 创造大陆朱英代表杨小光 英国外相拉布还要求联合国派员入新疆调查 联合国也做出回应 联合国出面介入 强调中方也希望这项任务能达成 但即便成行 大陆的不受限开放到哪 新疆争议恐怕还是无法平息 TBBS新闻综合报道 而美中角力的架构之下 除了新疆的人权议题 另外一方面还有各国的投资了 美国总统拜登周末和英国首相强身热线 他们提议应该要来一个 民主国家版的一带一路 跟中国大陆的一带一路抗衡 这个提议也看得出来 拜登抗中的野心 针对英美的动作 中国大陆也回击了 其实他们针对人权议题 也实施出新的制裁 作为全力反击西方的社会 准备回德拉瓦州老家过周末前 美国总统拜登似乎向最近闹疆的大陆 递出了橄榄枝 拜登邀请四十国领袖参与线上气候峰会 向媒体保证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绝对也在名单中 不过在短短两小时后 当拜登下飞机时 却抛出了一项对抗中国的新计划 拜登表示和英国首相强声热线提议 应该也要来个一带一路 但是是由民主国家主导的 再次强调美英同盟 但若真要做美英版的一带一路 会是怎么样 以地图上来看 大陆2013年提出的一带一路 一带是走陆路 从北京穿越中亚 俄罗斯抵达欧洲 一路是走海路 从上海接东南亚进印度洋 直通地中海 另外还有经济走廊 至今粗估与一带一路相关的建设计划 多达了3.7兆美元 那么若是美国要和英国串接 临近的加拿大墨西哥 以及向来往来的盟友要怎么串接 目前为止也都还没个谱 只是拜登确实将推出一波 上兆美元的建设计划 拜登内阁预告者将砸下至少3兆美元平基础建设 还要布局5G等等 也是担忧美国基础建设不改进 拖垮竞争力 而英国这一边选择和美国站在同一阵线 再度成为大陆制裁目标 中方决定对恶意传播谣言和虚假信息的英方9名人员和4个实体实施制裁 大陆针对新疆棉花籍人权议题再出招 反批英国粗暴干涉中国内政 英国被中国大陆制裁的四个单位 分别是英国的中国研究小组 以及维吾尔独立法庭等等 而被制裁的官员们也没再怕 还说要把大陆的制裁当作是他们的荣誉勋章 继续和大陆隔空互呛 英国外交部也发声力听 相较于川普时代的四处开战场 拜登政府选择掐住人权议题和大陆进行外交政治角力 对于大陆是否刻意散播疫情 似乎就是轻轻放下 当被主持人问道时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没有正面回答 对于疫情源头把追究责任推给世卫组织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而美国的疫情又面临反弹了 上个星期五单日新增创下三月的新高 感染跟死亡数又上升了 CDC的主任担忧 如果不赶快解决恐怕要面临疫情的末日 而至于曾经一度因为血栓问题 在欧洲被暂停的AZ疫苗 加拿大许多省遵循政府的建议 正庭为55岁以下的民众来施打AZ疫苗 针对疫情 美国总统拜登苦口婆心 劝大家千万不可松懈 因为上个礼拜全美确诊数增加7% 住院跟死亡个案也增加 美国CDC主任话讲得很白 担心在湖南开放下去末日即将到来 总统拜登则呼吁要继续戴口罩 并向民众保证再过三个礼拜 几乎人人都可打疫苗 隔了一个大西洋的英国 疫苗接种则是进行的相当顺利 已进入第二阶段解封 但两个邻居法国跟德国却疫情惨烈 法国每个礼拜都有超过20万起新增个案 德国则是感染率飙升 且部分地方政府没有执行严格的防疫措施 惹怒总理梅克尔 暗示要修法实施全国宵禁 至于在欧洲因血栓 曾一度暂停施打的AZ疫苗 加拿大政府也建议暂停对55岁以下民众施打 要等候进一步的分析 再讨论是否要使用 TVBS新闻综合报导 再来看到亚太地区 菲律宾的新冠疫情加剧 周一公布了1016例确诊破万例 创下了历史新高 而菲律宾当局不得不再次下令 封锁主要的经济区 大马尼拉地区和相邻的省份 从晚间的6点到凌晨5点 时事宵禁为期一个星期 而菲律宾向中国大陆采购的 100万剂科新疫苗 已经抵达了马尼拉 总统杜特地特别到机场出席接收仪式 也对外宣布要允许在菲律宾的民营企业 自行选择来源从国外进口疫苗 加快国内的接种速度 同时也希望可以加速重启菲律宾的经济 不过现在和东南亚的邻国相比 菲律宾的疫苗接种的行动比较慢 而且又碰到了复活节庆典 使得他们周一的单日确诊数突破万人 而周遭的省份其实也实施了7天的封城措施 持续到4月4号为止 都不可以旅游宗教聚会 而复活节的活动也成为线上举办 避免疫情再度因为节庆而扩散 还要关注到的是近期台湾外交的大事 来台访问的帛琉总统会数人 访台的第二天召开了国际记者会 也被问到大陆是否给他们施加很多的压力 他证实大陆确实有威逼利诱 但是他也巧妙的比喻 他说不能打老婆让他来爱你 而另外头美国驻帛琉大使也向TVBS表示 很高兴来到台湾 访台第二天 帛琉总统国际记者会上被问到大陆的压力 这样形容 说出重话 但坦言大陆想抢邦交国除了威逼还有利诱 说有交朋友的自由这一次一起放胎的还有美国驻帛琉大使 罗罗总统表示非常欢迎他同行 台博美三方 罗总统集大秀友好这也是台美断交后首次有美国大使访台 面对记者提问 愁低调 输回之后设宴款待一行人 中国从未间断打压我国国际生存空卷 贵国不畏惧中国无理的战狼外交所断 秉持公理正义 国防部也公布29号有10架共机绕我西南防空识别区 包括4架歼10和4架歼16 接近海峡中线微端不说的其中一架运巴反潜机 飞行途径超夸张 从西南ADIZ飞到我东部海域 无度有偶日本防卫省也公布中共运救进飞到我华东外海 如果将两国的航击土合成 共机的飞行方式分明就是包围台湾 似乎鉴止博乐总统与美国大使访台适宜 强烈军事反应也将台湾的外交困境败在世界面前 常四号在苏伊士运河搁浅 造成了航运大乱的危机告一段落了 不止国际的货运可以回复 美军的部署计划也有望照计划展开 美国中央海军司令部证实 运河的停航确实有影响到美军的军舰部署 虽然没有提到美军的防卫的具体冲击 他们也强调美军有替代能力来降低影响 专家分析认为运河堵塞可能冲击到军舰部署到 波斯湾印太海域 也削弱了多个国家的海军 还有海岸防卫队的能力 并且会让索马利亚还有燕门外海的海盗 有更多的目标 现在危机解除了渴望可以大幅减缓整体的冲击 而这次长四号可以成功的脱困 美国媒体分析关键是因为今年首个超级月亮的强大潮信 让长四号重新浮起 目前已经航行到大谷湖停泊检修 不过苏伊士运河的塞船危机 其实还没完完全全的解除 运河两端有超过420艘的船只要等待通过 还等到三到四天才能够完全的疏解消化 好几艘拖船拼命拉卡在苏伊士运河的长荣货轮长刺号 在超级月亮的大潮助攻下 成功被牵引到叫声水域恢复航行 让现场救援团队如释重负 大家开心自拍欢呼爆红的孤独怪手也推文说 真是欣慰又开心 到处都是掌声口哨声和欢呼声 拖船也开心鸣笛欢庆这一刻 荷兰救援公司的CEO说 这一切全靠物理得救 现场12艘拖船加速发动机发动 在涨潮时控制长刺号转向摆阵 搭配现场怪手也挖走近三万立方公尺的泥沙 才能顺利脱困 目前长刺号已经航行到大苦湖 毛地停泊检修 不过塞船危机还没有完全解除 运河两端排满要通过的船只 在地图上串成一条长长船龙 起码要三到四天才能疏解 塞船状况 长刺号搁浅灾难总算落幕 但已经出现连锁反应 滞留的货物等待处理 后续损失赔偿也还要厘清 TVBS新闻综合报道 北欧的挪威最近提取了一项浩大的工程 可能会让您觉得非常的惊讶 简直是不可能的任务 因为他们要砸一百亿的台并 打造一条专门给船舶通过的隧道 位于斯塔德半岛下方 由于这里的海域非常的恶劣 因为飓风多洋流不稳定 很多船家经过这都是噩梦连连 而且要在附近港口等上好几天 等待海况变好才敢通行 对于挪威政府来说 投下高成本新建隧道 可以稳定海运的运输之外 也可以带来观光的商机 也可以帮助现在没有获得控制的疫情 因为挪威的国土狭长 有的偏远小岛上 只有两位居民 卫生单位的护理师还得搭船远真 帮他们施打疫苗 巨浪几乎快把船只先翻 这里是北欧挪威斯塔德半岛海域 飓风多洋流不稳 船只往往卡在附近港口好几天才能通行 但以后将全面改变 船只不用硬闯海面 而是经由半岛下方 挪威官方砸下3.3亿美金 约合台币100亿元 要打造全球第一条全规模的船舶隧道 隧道从半岛最窄的两端开挖 长度约1700公尺 而隧道高度为37公尺 宽度26.5公尺 1.6万吨以下船舶都可以通行 新建工程得透过爆破 清除半岛底层30亿立方公尺的延迟 估计明年开始至2026年完工 挪威海岸管理局表示 未来一天可单向通行19艘船只 更能为海上观光带来庞大商机 挪威国土狭长南北延伸1750公里 疫情中往往为了海运疫苗 吃足苦头 大船远真只为了两个岛上居民 注射疫苗 是挪威博德市卫生单位的护理师 在疫情中最艰难的任务之一 但对于居民而言 无知比疫情更可怕 所以他们第一时间就配合接种 别以为挪威偏远地区远离成销 就能不受疫情干扰 位于挪威西南部的鱼尔维克市 人口只有1100人的村庄 二月初突然爆发新冠疫情 一半以上居民都被居家隔离 唯一准时营业的超市门可罗雀 本来就宁静的街道 显得更加刺激 当地的电影院早就关闭 居民匆忙采购物资后 不敢逗留 立刻回家 小男同好奇看着来访的记者 年轻妈妈无奈地表示 他们只是去了一趟幼稚园 索性检测为阴性 但安全起见 还是乖乖居家隔离 除了疫情之外 挪威还要面对一个同样严峻的问题 气候变迁 过去三十年来 挪威冬季零下摄氏度的日子 平均少了二十一天 在挪威冬季零下摄氏度以后将越来越少了 不过身为维京后代的挪威人 没这么容易屈服 他们一直都是发展绿能的先驱 位于挪威中部的福森风电厂 以277座涡轮扇叶机组成 是目前欧洲最大的风电计划案 由挪威电力公司Statecraft负责 要克服挪威绵延的山脉环境 电力公司一步一脚印 新建风电装置的同时 也尽量避免破坏生态环境 现在的福森风电厂 一年能产出3.6兆瓦时的电量 平均降低190万吨温室气体 相当于86万辆汽车的排放量 挪威人又一次在大自然的严峻挑战下 达成任务 TVBS新闻综合报道 美西地区有民众目击 夜空中有不明的光束 而且移动快速还拖着长长的尾巴 还以为是流星 也有人说这会不会是外星人来了 但真相揭晓 这是SpaceX利盈9号的火箭 脱落的零件 清晰的银白色光束划过夜空 美国奥勒冈州的民众大呼惊奇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还以为外星人要来了 不只一个地方能清楚看见 美西多个地区都有民众目击 小朋友同言同语以为是流星 但是这几道清晰闪亮的光束 当然不是流星 而是SpaceX火箭脱落的零件 调回地球了 猎鹰9号火箭是在约三周前再次发射 但是火箭次级推进器的部分没有完成离轨燃烧 才会在预料之外的时间和地点坠落 而脱落零件掉入大气层中燃烧 产生了大量的火花 因此才会出现这样的景象 现在真正原因曝光 不是流星也不是外星人 但是罕见目击这道银色光束 看起来就像流星雨 也带给民众意外的惊喜 TVBS新闻总和不到 大陆内蒙古的沙尘暴 随着西北风飘进朝鲜半岛和日本 在日本的福岡长崎广岛 天空是灰蒙蒙一片 而南韩首尔相隔六年 再度发出了黄沙警报 是今年空气品质最糟的一天 天空灰蒙蒙能见度极低 首尔气象厅周一上午 对全区发布沙尘暴预警 空气品质到底有多糟 首尔相隔六年 再度发布黄沙警报 悬浮威力浓度超过 一立方公尺八百维克 对比前一天空气明显偏黄 而罪魁祸首是来自大陆的沙尘暴 蒙古戈壁沙漠和内蒙古高原的沙尘暴 乘着西北风不只飘到朝鲜半岛 连日本也受害 长崎市天空同样灰蒙蒙一片 能见度只有八公尺 过时今年福岡已经有四次黄沙观测记录 广岛空气品质同样因黄沙而变糟 日本气象局呼吁这波黄沙 周二且会影响西日本和北日本 提醒有呼吸道疾病和过敏者多加留意 GPBS新闻综合不动 日本把2050年碳中和设为国家目标之一 有营造商成功的开发环保的混凝土 这种土中的水泥可以以碳封存的技术取代 达到减碳的目的 革命尚未成功 全国人许努力 日本持续朝2050年碳中和目标买进 好消息是2019年度温室气体排放量比前一年减2.7% 不但连续6年下降更创下碳排最少一年 坏消息是以2019年12.1亿的排出量 想达到2050年零碳排根本不可能 环境大臣呼吁整体社会还得再加把劲 而拥有技术实力的企业也纷纷赶上这波绿色潮流 日本大臣建设研发了环保混凝土 混凝土当中的水泥在制造过程中会产生大量二氧化碳 而大臣以碳酸钙取代水泥 碳酸钙则以氢氧化钙与二氧化碳制成 二氧化碳来自工厂本身的废气回收 如此便能做到自我厂房碳封存 一粒方公尺的混凝土 约能捕捉到170公斤的二氧化碳 另外电机商东芝则成功升级了二氧化碳资源化技术 东芝利用独家开发的触媒电机 将工厂等排放的二氧化碳转换为一氧化碳 可作为化学品或燃料的原料 而东芝以重复堆叠的方式加强电解槽功能 使处理速度提高到了原来的约60倍 每年最多可处理一顿二氧化碳 效能号称全球最快 未来如能实现机台大型化 则能对产业界的减碳有势之帮助 日本上上下下冲刺节能减碳 汽车业当然也是一大热门 全球政府车商陆续抛出净售器柴油新车时间表 电动车将主宰未来 因此近来兴起一夜跨足 一阵片高画质触控室仪标板 座椅内建音响 如此的视听享受 整辆车散发着满满的索尼感 苏尼首部电动车神神秘密 先前只释出奥地利公路测试影片 现在终于现身东京车展 立刻成为全场焦点 虽然苏尼透露目前尚未计划杀进汽车业 不过电动车在结构上的入门门槛 比传统国车低 对于外行进军是一大利处 包括美国的苹果 台湾的鸿海都在摩拳擦掌 甚至日本石油公司除光新产 明年就要上市自家小型电动车 一夜相争 虽然威胁着原有车商 但专家认为危机及转机 技术与经验是传统车商的最强王牌 而丰田就宣布 透过相互持股的方式 和货车制造商五十零汽车合作 与丰田集团成员之一的 日野汽车共组三人行 共同拓展环保与自动驾驶领域 而本田也研发有成 将自驾技术强化到等级三水准 在高速公路上 能取代人类驾驶自动判断 并获得日本政府认证 成为全球首家让等级三自驾车 正式上路的车商 现实传统车厂 仍拥有强大优势 TV新闻中的报道 数位艺术的热潮开始席卷全球 先前加世的拍卖已超过6930万美金 折合台币超过19.5亿的天价 卖出一幅现代化 不过这不是实体作品 而是数位图导 花费超过13年半的创作 集合一共5000张在社交平台 发布过的数位艺术 市场价格究竟是多少 超过19.5亿台币的天价买回家的 是人人都可以在电脑上复制的图档 听起来很不可思议 但艺术界这可不是一个特例 对收藏家来说 有价值的不只是作品本身 更是拥有这个作品的证明 不光是艺术品数位平台上的音乐 或是文字创作 也拥有不同的价值 不论是数位画作 还是一篇推文 都是独一无二的 因此艺术家利用区块链上的 非同直花代币来代替 使用独一无二的NFT来代替 还可以利用区块链的加密方式 把艺术品的出处和买卖权记录下来 为收藏家提供持有证明 不容易造假 再加上NFT本身的特性 带动数位作品身价水涨船高 尤其在疫情期间 市场大大炒热了NFT 从2018年不到4100万美元 暴涨到超过3.38亿美元 特别是在特斯拉创办人 马斯克等名人的加持下 成为投资的新标的 过去一个月NFT市场的交易额 就高达2亿美元 数位艺术作品的价格 也跟着直线翻涨 过去2020年 Beeple的NFT-backed Crossroads 售出了$66,666 我的天啊 我售出了一张 66,000 真是太可憐了 在2月26日 Crossroads 再售出了6.6亿美元 这样的龙井 让不少数位艺术家为之振奋 投资人也看好NFT的掌势 专家认为这波热度 很可能就像前阵子的GameStop 或是比特币的投资风潮 就怕一旦热度消退 砸下重金购买的NFT 还有艺术作品 不见得有市场需求 再加上还要缴纳将近 百分之二十八的资本利益得税 当初人人抢的金鸡蛋 可能瞬间变成烫手山芋 具别新闻 纵合报道 法国常关面包起源于 十九世纪的中期 至今已经有两百多年的历史 而且法国的法令规定 传统的法棍只能用面粉水盐和酵母 现在要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 来到法国巴黎 艾菲尔铁塔是必访景点 那必吃的呢 当然是法国常国面包 走进巴黎当地面包店 客人一次带走三四条法棍 担心不方便膝带的话 店员也能帮忙切对半 这个法国传统美食 已经有两百年历史 如今更有机会 列入世界文化遗产 但是有的就是每天去找这个包装 所以这就是在法国的经验 这是一个社会的经验 第一个选择给孩子 是买一个包装 所以这就是非常则 所以我们都要保护这些经验 也就是这些品质的品质 长过面包是法国的重要象征 也是餐桌上少不了的家常美食 就怕这项传统消失 法国后背戒从2018年就积极争取 将它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 法国总统马克宏也力挺 法国烘焙师联盟 最近终于正式向联合国递交事宜申请书 大国面包起源于19世纪中期 由面粉 水 盐巴和酵母 四种基本原料混合制作 花皮酥脆带有纯粹香气 当初炉的法国面包 切开后里头冒出热腾腾的白烟 根据法国1993年的法令 规定传统发棍只能由四种经典成分制成 面团要维持在摄氏四到六度低温保存 发酵15到20小时 以这样的方式制成 才能称得上正宗法国面包 法国每天卖出约600万根法国面包 但传统烘焙业不断受到潮市冲击 自1950年代以来 全法国已经有三万家面包店关门大吉 回国07年12月 意大利纳布勒斯的抛披萨皮手艺成功升移 让当地民众深受感动 纳布勒斯手抛披萨鼓舞了法国人 披萨可以升移 法国长棍没道理不行 不过法国面包要入选事宜 面临两大对手 特别是巴黎的镀星屋顶 以及如拉桌的葡萄酒节 法国文化大臣将在三月份 向总统马克宏提出建议 法棍想留名轻史 还得再等一等 TVBS新闻综合报道